我还怎么办 是 你们这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快 救救护手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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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睡着了呗 我睡着了呗 那你请忙 好的 小夕 怎么样了 孩子都救回来了 按来绑本的目标指示猪将 其他的孩子都是渗动机器 那周薄言呢 他在医院抢救 他什么都问不出来 好了 你们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不是说遇到危险要赶紧跑吗 怎么又冲进来了 我没想那么多吗 我不是责怪你 就是不希望你 再遇到这种情况 你干嘛呀 你放我下来我可以走 你 你放我下来吧 哎 今天 多亏了你啊 救了出家一下 是吧 我还挺厉害的吧 但是以后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知道了 对吧 反正 绑匪已经被抓了 我们应该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了 你说 朱薄言说的 和朱凤仙说的 哪个说的才是真的呀 朱薄言吧 嗯 反正经过了昨天 朱家人之间 应该都不会再相互信任了 是啊 也不知道这个伤痕 得多久才能修复 有些伤痕可以修复 有些伤痕 恐怕一辈子都修复不了吧 之前我们说过 控制鸟的人跟船有关 但是我查过可能 并没有朱薄言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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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给您热了一杯牛奶 放下吧 今天的事 又让您想起大哥了吗 对啊 我每天都在想他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他让我 耗尽我的心力 可是没想到 这个绑匪 居然利用死去的炎烟来污蔑我 我怎么可能 像他说的一样 老爷休息 我自己也会儿子 我怎么可能 我已经知道 你怎么可能 我来儿子 你怎么可能 我来儿子 你怎么可能 我来儿子 我来儿子 来儿子 我来儿子 一瓶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